我觉得在品质立国 体现在产品的品质上 还体现在我们的整个次序 这个思维上 我们的这些企业家们 怎么样去把我们的产品质量做得更好呢 要从根本上来做调整 而不是就事论事 当然我们应该把我们生产的每一个产品质量都做得最好 这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更要从本质上来 看看我们老百姓需求什么东西 我们有什么样的措施手段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那么我们在花色品种上 我们在创意的理念上 现在其实我们的规模够大了 我们以前单件大规模的生产 这个模式逐步的已经过去了 而我们的这种有特色的 有针对性的 有创意的 因为我们消费是多层次的 每个人的消费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我们怎么样满足多层次的不同需求的 这些人的需求呢 这也是提值的一个核心所在 我们下期待的运动